你好 我是有感 林一佳就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大致总体经济 小致不向走势 让你东西市场先机 那这段时间看到马股这里有好多企业的财报陆续发布了 虽然说在上个星期的时候马股的焦头算是火热 但是缺乏大资金的推动之下 其实整体来说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的交易还算是蛮平淡的 那很多分析机构就认为这一个星期我们综合指数 或许会陷入比较长的盘整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着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财报上的利好 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一个星期五就是在2月24号 即将要发布这个2023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大家都在等着可以给到我们更加明确的一个指引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给我们带来马股的综合分析的就有 Trader Analytics的创办人Peter 林执正你好 你好 是那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美国那里的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反弹了 那市场就认为说美国或许会加强继续升息的 那这个观点大家是越来越加坚定了 那我们看到大马股市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其实也跟着欧美股市那里的一个步伐 上个星期五我们富士吉隆坡综合指数是收跌7.36点 报1476.90点的 那我们这个星期五就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即将迎来我们的budget plan 那么我们马股在短期之内的会不会成功止跌 而且随着这一份财案的出炉呢 你怎么样看待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Peter 其实大多数如果看我们以往年来看 其实我们的budget对市场的影响其实是不大 因为大多数我们的budget也没有说是什么出乎预料 还是什么很特别的 所以除了unless这一次的budget 就是很出乎预料的那种budget 不像往年的一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简单讲 大多数我们的财政预算 对市场其实的影响其实不大 OK好的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的马股呢 就是在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我们的预算案的一个出炉 那么有哪一个部分呢 是你会个人比较关注的 你希望说从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当中 看到政府在哪一方面的决心比较强 甚至说比较注重跟侧重哪一些方面的政策的付诸 其实本身我现在都是很期望就是说他们把GST再reintroduce 可是如果你看最近的手上已经讲他们不会再reintroduce 重新启动 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其实我们的马来西亚的economy有两个最大的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的revenue base 我们太过依赖company跟individual tax 所以如果你没有说第三个tax revenue进来 所以你要怎样提高你的revenue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坦白讲我本身觉得只有GST有办法可以 可以resolve这个问题 第二问题就是他讲的是对 就是我们的subsidy 其实全马我们的subsidy是太过高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subsidy其实不只是帮忙到 大多数坦白讲是帮到比较有钱人比较多 相比之下帮到比较需要的人比较少 所以这方面肯定是要调整在这一方面 所以我觉得budget如果有办法是说 应付这两个东西 就是说从他的revenue aspect跟他的subsidy aspect 我觉得这个是对国家会比较好 但是现在这一份是安华上台的第一份裁案 所以他也在近期不断的在放话说 这是一份会满足所有人需求的财政预算案 然后相信在税收方面也不会有任何的更动 不会有上调的 那么在这样子来看 其实你对于就是接下来马股的一个走势 你认为说会是一个利好吗 不会如果你看 其实坦白讲一句 如果真正是很难有一个政策 可以弄给每个人高兴 如果是一个政策可以给每个人高兴 就是坦白的政策应该是有点问题 那个政府要大叔写的那种 这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我们讲tough choices 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做tough choices 如果说你做一个东西是 要给每一个人都满意 我觉得是一定有something have to grow 一定会有一点付出 有一点代价在那一方面 所以觉得 这个代价如果是怎样讲 如果说你做一个代价就是每一个人民都高兴 就是说它代价就是国家的经济的状况 跑不掉这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原中油的市场 我们看到原中油期货价格上个星期回升到了每吨4000令吉以上 那加上印尼政府也决定暂停三分之一的中油出口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刺激到原中油的价格一直不断的在上涨 那虽然说我们目前处在的这个季节是原中油的这个产量偏低 而且库存也有出现过剩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原中油需求相对比较疲软的情况之下 你是看好原中油价格会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平之上的 因为大家都在想说有没有机会突破4200令吉的这个大关之后 继续往上走 坦白讲如果你去分析说我们有油中油的价钱 其实很早已经它跟那个需求跟supply跟demand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 很有趣的其实 如果你只是看我们的 我们try to以farm的CPO的价钱跟supply跟demand 其实很久一久已经是没有那种关系的correlation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看以15年的一个chart 你去看supply and demand 其实supply一直在上 demand也一直在上 可是油中油的价钱很volatile 一直上下上下 就是油中油的价钱大多数是more on speculation 很多future speculation element 而且也越来越多中国的这个买家开始进入 然后所以价格波动自然会比较高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这样讲 因为它都是这种future contract 所以有很多speculation 其实说跟真正的supply and demand 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现在下行会标到事情过来是很简单 第一如果我看不只是CPO 可是global的commodity每个都是在上 因为中国开始reopen 所以每个就讲中国开始reopen 所以demand for commodity会开始上 所以不只是油中 可是全世界commodity都是在上 然后第二就是讲美金 美金是开始反弹 所以这个是有联系的 所以你还记得刚才你偷偷就开始讲 那个inflation已经开始回来 就是a lot of the inflation 在这看 is back to commodity prices 一直上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就是包括好像WTI 还有黄金价格 哇也一直不断的在创短期的这个新稿 就是这一个资金已经回到的这一个大众商品的板块上了 那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国内的种子公司 接下来的一个未来的表现还有股价的前景呢 是有比较大概率受到资金大资金的这个追捧的 很难的 因为你看如果是order on one time 我们讲油中的价钱对这些公司有好处 可是不要忘记他们的cost也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concern for our plantation counters 所以不说180千说你的CBO price一增长 我就100%会benefit在那方面 因为你的cost那方面也是在增加在那方面 OK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哇近期呢风头正盛的这一家公司 就是我们国内的鲜奶品牌Farm Fresh了 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他们宣布 哇正式进军餐饮业 而且呢就也率先推出了这个珍珠奶茶的品牌 叫Jomcha by Farm Fresh 他们给出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放眼在今年2023年一共开100间的分店 那接下来呢也或许会开放特许经营权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Farm Fresh也提议要以8390万令吉来收购 The Inside School 这一家卖冰淇淋的这个旗舰店 那要收购的是他们65%的股权 那这项收购的其实有分析机构算了算之后呢 要是按照这个The Inside School的一个 吸金的能力 这项收购或许会帮助Farm Fresh 每一年的这个净利增加380万令吉的 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一家公司Farm Fresh 在近期这么大刀阔斧这一个拓展的举措 那他们就是丰富跟多元化 他们的业务的这一个条件之下 你认为说对他们的整体业务的 这个帮助跟效益是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Acquisition其实是蛮有一个Synergistic value 第一点那边Farm Fresh的生意都是在Consumer Retail 然后这两个Acquisition也是在Consumer Retail 所以其实他们目前的生意不说 我在做东港去做一个C的东西 所以其实是蛮有一个 它是within他们的core business就有Retail 然后第二点有可能我会错 如果你再注意看 冰淇淋其中一个原料也是奶 Merk Base 对 然后奶茶也是用奶 所以there is a correlation there is a Synergistic value 我觉得这样的Acquisition 对他们是蛮不错一些的 而且可以壮大他们的一个品牌效应 也觉得真的是这一个太厉害了 没有想到说2023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拓展的计划 对 可以这样讲 那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一家公司的一个 好像股价前景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这会是在你的这个薪水股的名单里头之一吗 还没有真的是很仔细的去分析这些公司 所以暂且还没有开始 OK 那Peter近期你会多关注哪一些市场的板块跟主题呢 像是大家都不停的在炒作中国开放的这个消息 所以好像酒店业 航空业等等这一些消费类的股项 甚至跟旅游相关的这一些都受到市场很大的一个追捧 大家也非常担心说会不会炒作之后可能会回归价值面 然后也开始出现比较庞大的一个套利的情况 然后你自己本身怎么看 如果以马来西亚本地来讲 如果我们讲是China open up 我们讲是旅客 所以第一个beneficiary肯定是Airports 就是说Malaysia airport and that is assuming中国人来马来西亚 可是他们如果assuming他们有来马来西亚 所以最大的benefit肯定是第一点就是Airports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讲local的consumption 像那种store chain 像maybe Starbucks这些 肯定也是会benefit到consumer spending 这是第二个东西 第三个东西我看的是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板块 因为是最近有很多negative sentiment 所以我觉得最差的 sentiment 就是最好投资的一个时间 在那方面 OK 好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股市分析的来宾 就有Peter 林子正 他是Trident Analytics的创办人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你在我们节目上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财经股市秀BFM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三五定期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BFM财经 以及YouTube频道同步live播出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社交媒体平台 并且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